过年期间全民风买呱呱乐 高雄有民众PO文控诉 说在彩券行买了2000元呱呱乐 却发现呱呱乐左上角的QR扣码 已经被刮过了 实际查也发现 这个奖项已经被领取 怀疑业者重复贩卖 对此店家出面回应 坦诚可能是过年人一多疏忽了 过年全台风买呱呱乐 这张尺寸最大价值2000 看上去完好无缺 还没被刮过 但在左上角的QR扣码 竟然已经被刮出来 疑似重复买到对过奖的呱呱乐 让当事人陈先生超傻眼 满心期待买回家 希望一劝在手能中大奖 没想到这张都还没刮 就先赔钱 陈先生欺诈发文控诉 29号在高雄大社区一家彩券行 买了2000元的呱呱乐 回家后才发现QR扣码疑似被刮过 当下觉得奇怪 先用台采的APP一扫 显示中奖5000 但直接前往另一家彩券行 想对奖这奖项却早就被对过 没有拿到奖 尽管店家当下赔了一张还没刮过的 但还是狠气 实际回到这家彩券行 业者听闻消息也立即做出审清 有有提供了 可是不知道又不是说一个人 变得忙啊变得忙 所以就辜负了 刚才见 可能是稀罐太忙了 然后不懂的人吗 可能他不知道说这个已经刮过了 校伟已经对过奖的呱呱乐 都有依照SOP执行 但过年期间人一多 确实有可能造成疏忽 看来购买彩券还是得再三确认 以免出现买卖争议 让原本期待的心瞬间落空 记得成本主持人 小正远告什么的